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就不会让我多走两年的愿望路的 我其实是走特殊选材入学的 然后我们有去找辅导师 寻找一些帮忙 但是他们都会说 以前都没有很多这种经验的 所以他们可能帮不了我们什么 我对你们选择科系的建议 就是选择一个 你们不会后悔的道路 那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 到底数学系我们在学什么 简单说一下财经系毕业的初度 这来源是104升学作业的地图 做到这个问题就要送给大家 你想要变成什么样的人 会决定你之后想要往哪个方向 人生总是要试过才知道 那我希望大家都能为自己下定觉醒 我从二类转到一类女学生 我的经验可能可以帮助到一些 遇到相当困难的人 真的很希望有帮助到一些 跟我在高中的时候 同样想法的学弟妹 当你在分享的时候 你会更了解到自己在做什么东西 因为你一定要先整理你自己的过去 看着学弟妹比我想象中 还要更认真地在台下聆听 我说的内容 这件事情也让我蛮开心的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 在这么多人面前 分享我自己的经验 这是一次让我可以做到 自我挑战的机会 你自己可以得到收获 那也可以帮助到别人 回来高中然后看到学弟妹 可能也会帮助你详情那时候的自己 加入科技分享 让这些迷茫可以变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